位在南投县的五届部落群山环绕,美丽的景色被称为云的故乡。 但是跟许多云住民部落一样,因为地处偏远,经济发展不容易,居民生活贫困。 村庄里500多名儿童当中,近三分之一都需要靠社福团体资助才能够生活。 更因为部落里没有国中,孩子小学毕业之后,就得要离开部落去外地求学, 吃得住得开销大,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经济雪上加霜。 那么该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好好上学呢? 最近一群部落的妈妈在世界展望会的协助之下,组成了养鸡班。 他们善用部落的土地,同时跟企业签约,学习科学的养鸡方法, 期盼能够有稳定的收入来改善家计,翻转部落命运。 他们能不能够成功呢? 宛如先进的部落却隐藏美丽的哀愁, 南投五界的妈妈们高声上脑机,期盼能翻转命运。 我们是有堵地的穷人,想要去申请些什么补助, 我们没有办法过去。 所以假如透过养鸡,能有一个改变。 赞美主,哈利路亚,哦,赞美主,哈利路亚, 哈利路亚,哈利路亚。 一二三九,一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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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早上七点不到,角力队的成员已经开始一天的练习。 跑在队伍最前端的,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主角,小俊。 穿着蓝色衣服的是小俊,他因为瞬间爆发力强,被教练向众, 加入了南投蒲里,这所国中的角力队。 来自仁爱乡五届部落的他,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, 而父亲几年前也因病过世了。 小俊跟弟弟爷爷相依为命,因为家境清寒, 一般孩子拥有的物质生活,小俊相对缺乏。 虽然努力想要扳倒对手,但是在第一回合两分钟的比赛当中, 小俊落败了。 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好,但是他自信不足, 练习时间也比别人少。 因为小小年纪,已经想着要担起养家的责任。 我们寒暑假有在集训嘛, 训练当中可能一个礼拜五天的话, 他可能只来三天或两天这样, 因为其他时间他就是去打工。 希望他可以走这条路,然后继续完成高中, 毕业之后又可以升到大学, 大学之后可能也有很好的工作这样子。 小俊出生的五届部落, 群山环绕,风景秀丽, 又位在浊水席上游, 中年云海涌动, 有云的故乡美名。 这里的村民几乎都是布农族人, 跟许多偏乡原住民部落一样, 面临着人口外移, 隔代教养,贫穷等问题。 部落里五百个孩子, 有将近三分之一跟小俊一样, 是世界展望会资助的平童。 他们的父母可能务农, 打零工尾声, 经济条件差, 部落里没有国中, 孩子要念书, 就得下山到埠里。 但是离开家, 吃住都是一笔开销, 钱从哪里来? 我现在是, 这个泡是牛奶, 我们现在是给鸡, 让它有一个体抗力, 还有长得快一点, 那平常都是我在帮扮演泡。 养鸡就是部落大人们想出来的新事业, 每个星期, 养鸡班的成员们都会准时出现在班长玛亚家, 领取给鸡吃的营养品。 布农族语当中, 迪娜是妈妈, 女性长辈的意思, 养鸡班的七个迪娜感情紧密, 常常相互讨论鸡的情况。 我们还有一个很可爱, 就是我们有养鸡班的那个赖, 还有时候我们会照我们自己的鸡啊, 哎呦, 今天的鸡怪怪的, 好像那个动作不一样, 我们就会在里面这样子聊。 比较烦恼的就是, 如果他生病了, 会有烦恼, 又又会上来, 又会悠一阵。 其实, 这是迪娜们第一次大规模养鸡, 他们养到会随鸡的动作, 担心鸡伤病到心情忧郁, 这群养鸡班的妈妈实在很认真。 玛亚是养鸡班的班长, 今年58岁, 她期盼每一只土鸡, 都能够被养得健康又风云, 因此每天来到鸡舍, 对着鸡祷告唱圣歌。 听到歌声, 鸡群们缓缓靠了过来, 仿佛也懂玛亚的用心。 部落之所以会开始从事大规模养鸡, 是透过世界展望会的牵线, 找到一家想要做社会企业, 也愿意帮忙原住民自立的企业, 双方合作弃养, 由业者提供每一位妈妈, 三四百只小鸡跟饲料, 再由受医师教导养鸡班的成员们, 一整套专业的饲养流程。 我刚刚就是给他们喝牛奶, 那我这里有五个桶子是放牛奶的, 那如果要给他喝牛奶的时候, 那个水就要关掉, 不给他们喝水。 班长口中说的牛奶, 其实是一种营养配方, 可以让鸡更有抵抗力, 而鸡喝的水是部落的山泉水, 再加上有比较大的空间活动, 肉质当然也比一般的鸡来得结实。 除此之外, 大葱环境的消毒, 施打疫苗, 出鸡前的肉品检验, 一点都马虎不得。 目前我们所推的就是养鸡的这样的一个专案, 跟目前还有有鸡的这个蔬菜方面的这个培力, 让这个部落里面, 他们可以用他们自有的这个土地, 那用学了一些这个技能, 他们就可以来朝向致力的未来。 当这个家庭的经济被改善的时候, 相对的他会对他们这些小孩子会有这个愿意投资。 我们是有堵地的穷人, 我们一定要自己工作才可以, 想要去申请些什么补助, 我们没有办法跨过去。 所以想说透过养鸡, 能有一个改变。 推着推车, 带着小女儿在未基的, 是副班长五帽。 丈夫过世, 留下13个孩子, 最大的已经30岁, 但是还有六个前面国小幼稚园, 虽然每个月有展望会部分资助, 但是算一算, 一个孩子上国中之后, 每个月至少要多出四五千块的开销, 对他来说, 实在是相当沉重的负担。 没办法就是孩子太多了, 家庭开销又蛮多。 还好现在国小幼稚园还好有原住民不住, 我就是怕以后, 国中以后的话, 就是开销就会蛮多, 因为往外上课, 上学, 所以比较会很多的开销。 过去部落的迪娜们, 只有家庭式圈养的养鸡经验, 这回第一次跟企业合作弃养, 压力虽大, 但却可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, 每一只鸡的成长期大概三个月, 如果一只鸡能够卖两百元, 四百只鸡三个月下来, 就能够有八万元的收入, 虽然各个期待, 透过养鸡能够翻转贫穷, 但是毕竟专业, 大规模的养鸡是头一招, 迪娜们心里还是很担忧。 小的时候因为都围权权在里面, 所以变成说, 很怕说万一一次生病死掉怎么办, 因为三百只挤在那里, 然后我的家又住没有在这个附近, 有时候半夜还会想说, 机会不会扔到啊, 是这样, 刚开始的心是很担心, 所以就像顾孩子一样。 期待这群孩子能够在舒服, 没有压力的环境下成长, 于素还想到一个好办法。 因为这个环境没有什么声音, 就是没有对他们的一个安全感的声音, 音乐的话他们会习惯, 就是很安全的成长在这个环境, 对, 所以我才会一直都放这一首, 我都从来没有换过。 由于目前鸡的成长期还没有到三个月, 没有任何出货经验的他们, 还要学习一个生命的课题, 就是等待。 按照社福团体的规划, 未来, 民众捐款一定的金额, 除了可以获得一只, 来自五届迪娜养的鸡之外, 社福团体还会帮你, 捐赠另一只鸡, 给经济弱势的家庭当围炉的年菜。 除了养鸡之外, 种田耕作也能够让部落荒废的土地, 长出新的生命。 现在部落里也开始种起了有机蔬菜。 Bahim是有机蔬菜班里, 年纪最大的成员, 但是凭着对健康的信念, 一做就是五年。 跟养鸡班一样, 有机蔬菜班同样透过跟企业签约契作的方式, 让农作物收成之后, 能够有稳定的销售通路, 不用烦恼作物滞销的问题。 我们这个算是大量, 因为一次种一次收器做的方式, 那他们一次就把它收完。 有企业合作, 通路不成问题, 但其实, 农民看天吃饭, 加上有机农业门槛高, 每一个收成的作物, 其实都得来不易。 像最近, Bahim第一次试中牛番茄, 眼看接近收成阶段, 一场碗疫病清洗, 叶子全枯了, 番茄无法收成, 努力全泡汤。 很辛苦, 因为都用手拔草, 不用杀草剂那一类的, 还有也不用化学回垃下, 那长的东西都不是说很好, 所以刚刚开始真的很辛苦。 有机种植毕竟是条坚困的路, 当开始的前两年, 他们几乎血本无归, 甚至遭到家人的反对, 但曾经担任村长的摩阿知道, 他们已经走在对的道路上, 不能半途而废, 如果成功, 甚至能够带动部落的经济。 经济的话, 我想有朝一日, 如果说这个法治村是有期村的话, 那不是很多人进来。 希望消费者他们认同我们这个辛苦, 种出来的这些蔬菜。 回到山下的普里镇, 傍晚时分, 小骏自己一个人走回社福团体, 为若是孩子提供的学生宿舍。 不像一般孩子有父母在身边照料, 在这里小骏跟大家一起读书吃饭。 虽然不自由, 但他知道这里规律的生活, 能够让他跟上别人的脚步, 只是, 微笑的背后, 总是透露出些许忧愁。 阿公在家里有东西可以吃晚餐, 然后睡得好, 然后不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, 然后可以发生好事情。 阿公是小骏最大的牵挂, 一手养大这个孩子, 他知道小骏贴心孝顺, 周末放假回部落, 小骏还会省下仅有的零用钱, 买面包给阿公吃。 但是担心小骏留在部落里, 没有好的出路, 阿公不想要小骏再过苦日子。 为了孩子, 迪纳门用部落的土地养鸡种菜, 想要种出一条上学路, 而部落是原住民孩子的根, 如果五届的迪纳们能够成功, 其他面临相同困境的偏乡原住民部落, 是不是也可能从部落出发, 找到经济力, 找回离开家乡的孩子。